歡迎大家收看時事評論 我是Thomas 今天的談報就是為什麼 馬斯克是我們的朋友 Ellen Musk是Tesla的老闆 最近到訪北京 有非常高調的 我們秦剛外長和他正式會面 秦剛和他會面的時候 來到中國式現代化 正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美合作的領域相當的廣闊 而馬斯克回應 特斯拉公司反對脫勾團鏈 因為美西方經常提到一件事 就是要避開和中國做生意 和中國交流 他繼續是特斯拉會建中國拓展業務 他這樣說 當晚美國股市就出現了反應 當時特斯拉立即衝破了200美元的關口 衝破了200美元的關口 上個月的4月的時候 4月21日 他們公司公佈首個業績的時候 股價只有164元而已 之前也有升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效應相當顯著 特斯拉的股價 受到中國市場的影響 譬如特斯拉會有更多的機會 是否會被中國賣車 所以令到它的股價看好 還是因為象徵了中美的關係 可能准备破兵 整體整個經濟 整個世界經濟都會利好 所以這個升幅可能 包含的信號非常多 但是暫時都未見有這個深入的評論 但是很多人就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現在日本和韓國政府 都衝到最前線 就是踏上這個反華列車 對中國施行全面的科技制裁 作為美國創新工業的明珠 這顆明珠相當之耀眼 特斯拉為什麼會反其道 和中國還要拉關係呢? 很暗暗的 之前特斯拉說 任何有關中國的言論 都會被他們美國的民粹言論攻擊 就是說他投靠中國 這次特斯拉這麼高調去訪問北京 而中國這麼高調去接待它 是否會令到別人產生一個印象呢? 第一就是這位馬斯克是跟拜登政府 和美國的國會都完全不是同一個價值觀 不是同一個利益出發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美正在進行貿易經濟 和科技的較量 基本上都不是競爭的 根本是較量和攤牌 中國都是反制美國的企業 這個時候中國為什麼還要這麼高調 他歡迎來自美國的科技大坑呢? 關於第一點 大家都很清楚 特斯拉的汽車暢銷全球 而且特斯拉在內地也賣得相當好 也差不多是 可謂的叫做內地市場最愛 粉絲很多 特斯拉還有一個淵源 跟中國的關係相當深刻 幾年前 我想在2019年之前 馬斯克兼顧兩個業務 一個特斯拉連動車 一個就是SpaceX 當時沒有什麼概念的利好的因素 大家都覺得你這樣搞會不會燒錢呢? 所以他的財務壓力 就是經營壓力也很大 但是2019年就是轉捏點了 特斯拉的銷售就直接上升 因為市場已經受落了電動車 和這一年也是年初的時候 上海特斯拉車廠經過這麼多年的 雙普談判之後 終於可以落地建廠 同時正式交付一批新的車 由於有中國的支持之下 特斯拉的產能問題也解決了 然後2019年之後 特斯拉的股票 就是股價不斷上升 折折上升 沒有多久之前 就是在2019年之前 特斯拉令到馬斯克都相當頭痛 怎樣頭痛呢? 就是他要將他名下五個 五間加州物業做抵押 申請6,100萬美元的貸款 以解財軍 但是後來他已經登上了 這個世界首富這個寶座 增加過千億 就是完全是 登數就是中國的上海廠 去特斯拉的概念和支持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日本、韓國 就是亞洲科技強國 他最近沒有什麼受惠於中國 反而受到中國的競爭壓力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 和芯片半導體 都每次都吃著日本和韓國 所以韓國就不像特斯拉那樣 在中國如得瑞 所以你說日本和韓國 做一些反華、抗華 甚至無得利於中國的東西 就情有可原的 就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馬斯克都沒有說什麼了 大家都互利共贏 在上海這個設創方面 令到特斯拉 抵抬援摑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如果你譬如 等於iPhone一樣 沒有中國的生產基地的話 iPhone會賣到幾萬美金的一部機 如此之 iPhone就不會變成今天那個神話 是吧 就是你根本都補給不了 如果不是有中國的生產基地 iPhone也不會有今天的iPhone 所以特斯拉如果不是有 上海的超級的工作 也不可能特斯拉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你的車再厲害也好 你在哪裡生產呢 生產不了 生產也好 但問題是這個成本很貴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特斯拉就很清楚 馬斯克當然很清楚 那關於第二點呢 就問為什麼我們中國會 招呼這位美國彈 就是會不會說 喂 美國現在對我們都相當不友好 好 中國是不是謙言君子 就是特別照顧 所謂中國的朋友 就是向來全都如是 中國就很講禮意 很講信任 和朋友呢 相當之念情的 究竟對馬斯克是否這份感情呢 我就不想批評了 不想這個評論了 我們從再相言相的角度 看看那個對話是怎樣的 陳剛還提到一些市場的重點 他說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前景相當之廣闊 這是事實來的 全世界買得最多的新能源汽車 就是中國市場 中國將會堅定不移 就是會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 或者中國不會生人的 就不像美國了 每次都制裁 每次都禁運 每次都叫做 很多方面的不公平的競爭 中國不是的 中國置力是為包括特斯拉公司 在內的所有企業 打好市場化 發展化 國際化的經營環境 換言之 美國就不要想著跟中國爭生意了 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市場 美國不是 你看看美國對中國貿易的關係就知道了 陳剛強調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 就是說中國好 世界好 明白了嗎 以往來說就是美國好 世界好 但現在美國反其道要行之 造成很多事情都是違反市場的原則 好 特斯拉在中國互利共贏 帶動中國的產業風險鏈就是成長了 以前來說沒有特斯拉來設廠的話 中國的氣氛 氛圍沒有那麼好 就是做這個電動汽車 因為一個電動汽車其實帶動整個產業鏈 是相當複雜 相當之旁復的 中國如果能吃得起 也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市場規模 有這樣的人才 可以趁著這個特斯拉的項目 除了做好特斯拉之外 我們幫特斯拉做好生產之外 也趁機擴展我們的產業鏈 就等於當年我們做這個蘋果手機 吃了蘋果手機的生產之後 我們都是變成了一個很大的科技產業鏈 這個產業鏈就不是真的單純 我們做這個手機不簡單 現在甚至不做汽車 可能你做無人飛機 都是受惠於當時所建立的科技產業鏈 這個建設 所以陳剛對馬斯克說 以這個特斯拉的汽車來比喻 發展好中美關係 就是需要駕駛的派盤 就是駕駛的派盤 就是說現在特斯拉對中國的關係 是正確的 方向是正確的 習近平提出互相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營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亦同時是贊同了特斯拉 亦都是朝於這個方向去和中國合作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像白宮政府那樣 對於中國的關係經常是危險駕駛 所以亦都是寄予一番 拜登政府想一想 和中國的關係其實合作可以會利共贏 如果對抗的話 就真的相當危險駕駛 你不懂得去殺祭的話 很大機會兩敗俱上 美國亦都不想 中國更加不想 美國現在分成以這個席谷 為代表的高科技精英派 就例如馬斯克代表 就是說美國是很極端的 馬斯克代表高科技界這些精英 他們的眼界是相當之軟的 他們是放眼全球 也很有野心 很有希望 所以這班人就很適合做中國的朋友 但另一方面 由於美國生產空洞化 造成工作崗位流失 因為全球發育的影響之下 很多中低失落的崗位已經失去了 有一班所謂白人 中低層的人士就有失業 他們環境不好 而且某些地方都沒有高科技機業 例如美國的中部 很多地方其實都挺落後的 這班人一來失去了過往的收入 現在對於民粹和反華政客 他們就非常支持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不太厲害 而且他們的眼界也不高 正所謂內地的評論就說 他們比較宗教化 例如你看特朗普帶著那班人 就是這班人的代表 但是馬斯克和其他科技界的人 跟他們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爭取馬斯克做我們的朋友 這個是有利的 除了電動車、航天和衛星業務之外 現在最近還持有這個社交平台 Twitter 所以這些人物潛敵是相當不可限量的 所以說這個朋友 所以讓我們加了一個 亦是回應了第二點 就是為甚麼我們中國 在這個時候跟美國 不是很好的的時候 還這麼高調招呼這位美國的科技大坑呢?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到了 不過就順敗一筆就說 拜登可能都很羨慕或者倒極馬斯克 可以自己拿飛機去到北京 那他就說了口水都乾了 現在沒有人把你招呼 究竟是為甚麼呢?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解開呢? 那真的要看看美國有沒有誠意了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抱歉大家這裡 拜拜